去年,中国房地产市场似乎是被诅咒了一般,难以想象的悲惨景象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。 在那场阴霾的暴风雨中,高达72家的房企税后,净利润低于10亿元,甚至亏损。 有些房企整年仅能挣的数百万元,连北上广深一套房子的价值都赶不上。 那些曾经如日中天的房企,如今却像是被曝光的一样。 一无所有。 他们的内心仿佛正在被无穷无尽的黑暗吞噬。 许多房企已经处于濒临破产的状态,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。 像是被抛弃的流浪狗一样,他们无处可寻,无依无靠。 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东西,只剩下眼中的泪水和心中的绝望。 正如电影中的悲情角色,他们的命运仿佛已经注定了。 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沮丧和无奈,作为房地产行业中的苦命人,他们注定将陷入漫长而无尽的痛苦之中。 他们不得不开始掉头反思,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战略。 他们紧握着自己身上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希望能够度过这个恶劣的时期。 但是,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庞大而无比残酷的。 就像是在夜黑风高,兔子不拉时的荒野之中,他们唯一的伴侣是寒冷的风,唯一的食物是荒漠中杂草麻糠。 现今,任何一家房企都需要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。 他们不得不在一行之间穿梭,去拼命筹集现金,以便尽可能延长他们的生命。 他们就像那些经历了战乱和灾难的难民,生活在无尽的痛苦和忧患之中,充满了无尽的煎熬和苦难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在野说,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帮忙点赞订阅,开启小铃铛。 方便的话,请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,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。 感谢您。 近日,内地房企发布2022年度业绩公告,让人咋舌的不是他们的营收,而是他们的亏损。 内地房企发布的2022年度业绩公告,是一场千里之低,毁于已学的悲剧。 88家主营住宅物业开发的内地房企公布了去年的经营状况,令人毛骨悚然的是,房企的亏损面不仅进一步扩大,亏损房企的数量也呈现出惊人的增加趋势。 据统计,40家房企在去年全年发生了税后净亏损,这些数字扼杀了所有人的希望和期待。 亏损额度合计超过1700亿元,可怜的房企们似乎已经掉进了一个没有还原的黑洞,无尽的困境缠绕着他们的每一个角落。 更令人暖心的是,每家房企亏损金额都在数百万到数百亿之间。 这意味着无数的企业家将承受着巨大的经济损失,许多人甚至生活都面临崩溃的危险。 更为悲惨的是,已经有6家房企亏损已经超过了百亿,此时此刻,他们或许正在咬牙切齿,无奈地面对巨额亏损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过这场呢。 这些亏损的房企中,很多是地产行业的领导者,建业地产,雅居乐,龙光集团等都在其中。 他们曾经是那些巨头,在包揽万千眼光之前,抵运深厚,声威赫赫,无人能敌。 现今,他们似乎已经被命运之神放在了绝境之中,无法自拔。 更为悲惧的是,有29家房企在去年首次游营转亏,其中包括了碧桂园、远阳集团、武矿地产等知名房企。 他们曾经是那些行业内的佼佼者,如今却面临破产的威胁,无助地他们彷徨于漆黑的夜里,不知道该走向何方。 盈利的房企也没有离伤害太远。 虽然有48家房企实现的盈利,但他们的盈利水平普遍缩水,像是一股黑色的漩涡吞噬着他们的整个收益。 个别房企全年只能赚些数百万元,这是多么可怜的数字。 总的来说,中国房企的前景显得暗淡无光。 他们面对各种困难,如市场波动、人力成本增加、资金周转难等,在艰难时刻彼此依靠也无济于事。 厄运临身,命运多传,这似乎正是最近几年中国部分房企的真实写照。 他们的财务报表告诉我们,年报亏损已经成为几大房企共同的声音。 这些房企营业收入不断下降,净利润大幅缩水,亏损不断扩大,其悲惨遭遇令人深感暖心。 绝望的房企们,他们曾经是这个国家的拥有者和引领者,如今却在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。 疫情三年,动态清零,牵连着整个行业,让房企的生活犹如跌入地狱。 经营方式都需要重新定义,营业收入不停下跌,净利润见底下挖。 他们奋力挣扎的同时,也日渐颓废。 可惜的是,市场的低迷同样为房企带来不可承受的重量。 消费者怀疑楼市的未来,更多的开发商出现了肯老式发展,却没有得到理财人的认可。 如同无头苍蝇般在市场中乱撞乱碰,不得不向着破产的深渊前进。 房产泡沫越来越漫不经心,对房企来说,维护自家项目的市场价值更如驴子拉末般难上加难。 那些曾经值得一睹的企业欲显望而生畏,这也是无法逃避的现实。 每个房企都在想方设法地规避经济波动和财务困境,但往往还是事与愿违。 资产即体检值和汇率风险也是房企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,就算是那些曾经雄霸一方的巨头,也开始感受着冷落的滋味。 40家房企中遭遇最惨重亏损的莫过于陷入财务危机的荣创中国。 去年,荣创中国税后净亏损高达298.92亿元,着实令人暖心。 更令人悲哀的是,荣创中国的财务状况一年比一年糟糕,并导致了庞大的亏损。 据了解,荣创中国的销售成本一直高于收入,这导致了8.19亿元的毛亏损,再加上管理费用、销售费用和财务成本的支出,结果导致巨额亏损。 荣创中国的财务成本在2021年增加了106.8亿元至127.8亿元,其中费用化利息和汇兑损失构成的支出是主要原因之一。 该公司的费用化利息从2021年的21亿元飙升至59.4亿元,汇兑损益则从2021年的净收益16.8亿元,沦为净亏损68.5亿元。 荣创中国不断疲于奔命,想要度过眼下的经济寒冬。 但现实却往往如此骨感,他似乎对荣创中国不再友好,而是一个无情的陌生人,不断向该公司发出生存威胁。 深陷财务危机的荣创中国,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了地产市场的灾难,让所有观察者胆颤心惊。 荣创中国的财务危机已达到千军一发之际,各种诟病和唏嘘已成为经济圈的共识。 财经分析师认为,荣创中国的财务状况将会影响到所有相关方,包括股民、供应商、员工等。 如今,企业再也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了,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出财务危机的泥潭,找到企业发展的新方向。 怎样才能扭转颓势,寻找到新的契机,成为融创中国员工们的最大困扰。 房地产市场的寒风刮得越发刺骨,百亿亏损的房企令人触目惊心。 这不是一场小打小闹,而是行业内的大灾难。 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不止于此,巨额亏损的房企将整个行业推向了无底深渊。 据今年1月31日房企公告的数据,24家A股房企的预估亏损的总额惊人的高达1262.58亿元,其中最低值也高达984.09亿元,让人折舍。 而从当时的数据上来看,6家亏损超过百亿的房企,合计亏损高达惨不忍睹的1009.76亿元,他们已经陷入了绝境,没有任何自我救赎的机会。 更悲惨的是,房企亏损的水平还在逐年加剧,这些企业们已经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。 尽管有些公司仍在努力拯救,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陷入亏损的汪洋大海中,未来的前景仍旧充满了不确定性。 这些企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打击,还有人员流失,产品质量下降,资金链断裂等多重重磅打击的困扰,在这个向优胜者靠拥的市场上,他们仿佛是已经注定了失败的沉船。 看着这些企业在财务危机中疲于奔命,又能有多少人还能相信这个行业将来的发展呢? 其实,当这些企业在规模上,发展及业务模式上调整不足时,即便是迎来了夏天的阳光,也有可能面临连片的荒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